台北在進行那個咖啡烘焙賽 各位想像一下如果你們是評審的話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事 你知道這次有幾個選手參加 144個人報名 144個人報名 所以烘焙起來會有多少份咖啡 144份 144份的時候 你只有幾天可以把它喝完 所以你一定要喝幾份 4.50份 4.50份 你從早上開始進會場 你��是評審 你開始喝喝喝喝喝喝 喝50杯咖啡 好 然後記住妳不光喝 你要寫出一堆有沒有 我要寫分數 youtuber 然後跟旁邊做比較 如何 50杯咖啡,一天喝50杯 一天喝50杯,就差你手上杯子這麼大 一天喝50杯 所以平均每幾分鐘要喝一杯 你們算8個小時 12分鐘 12分鐘要喝一杯 各位這些評審好當嗎 台灣在幾年前 有辦過第一次那種杯測比賽 類似啦,類似杯測比賽 但是台灣對比賽這件事情還不是很了解 這樣請了業界比較有名的幾個老師來喝 後來喝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老師真的很認真 喝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喝到比賽第二天的時候 就是要救護車來把一個老師給賽成 沒有喝太多 混搭 OK,我們可以不要聊這件事情 太好了 沒別人 真的 過了